为啥居静依哭了还不脱妆? 看看她擦眼泪方式 00后女孩学到了 居静依应该算是最近这段时间 热度很高的一个人了 主要因为她明明都哭得那么伤心了 但脸上的妆却还是一点都没有脱 但镜头中的居静依 却是从始至终都是那么好看 这一点真是很叫人意外了 不过当我在看到居静依擦眼泪的方式后 才终于知道了她不脱妆的诀窍是啥 从镜头中我们可以发现 居静依并不是像我们一样 直接用纸巾一擦 而是轻轻拍着去用纸吸脸上的泪水 不少00后女孩子看到之后 都在留言说 真是学到了 看来我以后在哭的时候 也会跟居静依一样不脱妆 因为居静依这个擦眼泪的方式 确实很优秀 也显得很独特 真希望居静依下次再参加综艺的时候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这些想法 当然最为希望的 还是居静依可以创造出更多好的作品 让我们看到她更好的样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